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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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捞出来 切完不能捞到熟 一熟这个肥牛就没有 就感觉就有点老 不要全熟 就稍微烫过就行了 按熟就可以了 对 好 我们就开始炒酸菜了 OK 锅上油 炸点油就好了 不要太多油 对 姜片葱 姜要多好一会儿 我做酸菜的时候 姜要稍微多一点 酸菜喷到姜 绝配 把酸菜这样 倒入酸菜 把蘑菇也放进来 把蘑菇也放进来 倒入蘑菇 小心的 一定要把它炒透人了 味道都炒出来了 倒入酸菜进来 好 先炒一炒 然后再倒这些东西 对 2汤匙的生抽 加水 烧开 然后放粉丝 再放肥油 对 太棒了 盖好了 把它烧开 好 盖开 烧开 把味道都给烧出来 对 好 时间到 味道差不多了 调个味 稍微来一点盐 别太咸了 今天都要喝汤了 好 给点盐 加点胡椒粉 加点胡椒粉 啊 美味的酸汤肥牛 好 好 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锅里了 OK 好 好 先把冬粉放在锅里 放入锅里 好 刚才出锅里 水的肥牛 半生的肥牛 倒进来 汤倒进来 少来一点 好 我们锅里面再来点油 再来点香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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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把椒放进来 倒入青红椒 哦 葱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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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运转美味 酸菜肥牛 高丽 欢迎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